吸血鬼一家扛着棺材来到人类城市 小吸血鬼为了不被发现每天都要磨牙 各种奇异举动引起邻居怀疑 这家人能安稳的在城市生活吗 今天不会给大家讲一部奇幻喜剧《吸血鬼姐妹》 一个人类女性巧合下走进吸血鬼世界 在这里与一个吸血鬼相爱 并且生下了一对小混血吸血鬼姐妹 小美和小酷 这天两姐妹的母亲提出要把她们带进人类世界生活 为了不引起混乱 她们还需要装成普通人类 第一天搬家 吸血鬼爸爸就搬着一个棺材进屋 真是一个普通的开始 为了隐藏身份 小美和小酷还需要每天起来磨瓶疗牙 母亲还禁止她们使用飞行等能力 为了更好的融入社会 母亲安排两人在人类学校上学 在这里男孩小帅搭讪的小美还邀请一起游泳 看着心动的小帅小美答应了 可是吸血鬼的皮肤对阳光非常敏感 小美涂了很多防晒霜 但一到水里就全化了 于是小美当天回家时皮肤全晒伤了 这让小美渴望变成普通人类 于是他报名了吸血鬼飞行大赛 报名成功后 小酷想到自己是半吸血鬼 各项能力都比纯种吸血鬼更弱 尽管爸爸上前安慰 但他还是非常沮丧 这让小酷十分渴望成为纯种吸血鬼 一天姐妹俩逛街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魔法屋 里面的店主告诉姐妹俩 可以帮他们实现愿望 只要他们两人的头发就可以了 许下愿望的两人开心回到家中 但是怪事发生了 渴望成为人类的小美开始变得爱吃肉 而且吸血鬼超能力越来越强 想要变成纯种吸血鬼的小酷 却各项能力都在减弱 几个普通的小学生都能欺负他了 感觉到不对劲了 两人再次来到魔法屋 店主发现自己把两人的头发搞错了 要换回愿望 必须找到许愿草 在月圆的时候吃下重新许愿才行 店主的孙子也是两姐妹的同学 他告诉两人 这个草药会发出一种奇特的味道 这让小美小酷想到了一个嗅觉特别好的同学 拉上这个同学一起 几人展开了寻草之旅 小酷小美家整体奇怪的举动 早就引起了隔壁邻居的注意 知道了他们是吸血鬼后 邻居很是不爽 因为他老妈就是因为吸血鬼死的 于是小酷小美寻草路上 多了邻居这个敌人 在月圆之夜 小酷他们同学通过灵敏的嗅觉 成功找到许愿草 但是却被突然闯来的邻居给抓住 关到了小黑屋中 小酷小美来到附近寻找同学 邻居又冲了出来 他向小美小酷喷射 专门对付吸血鬼的圣水 小酷因为已经人类化了 没什么影响 但是这圣水却让小美十分难受 危机时刻 店主的孙子放出了小黑屋里 关了同学 最后几人一起弄走了邻居 经过这个事情 小美小酷觉得 还是保持半吸血鬼比较好 于是他们吃下许愿草 两人都变成了半吸血鬼 为了教训那个讨厌的邻居 几人在邻居的餐盒里 放了大量的蟹药 逃回家的邻居正是鸡肠鹿鹿 看到自己餐盒里 吃午大口吃了起来 最后在厕所度过了漫长时光 有些时候 我们可能对一些事情特别向往 但是真到我们想清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许多时候只是我们一时脑热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